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Keytong金竹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4月29號 禮拜一 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裡面主要來講一下手機相關 因為像在上禮拜連8顆 它有公布的財報 那還有像是荔漆或像是穩帽宏傑克 那這些跟手機相關 它其他都有公布它的財報 所以說我們今天主要呢 就針對這一塊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影片開始前呢 好喜歡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一樣先來看到大盤的部分 今天大盤真的是非常的強 今天大盤漲375點 就一開盤你看到那個期貨就一兩百點 就說 哇靠也太強了吧 這個盤真的是超強 就是已經強到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就是台灣真的是世界No.1啊 超強 結果美國股市都還沒那麼強 然後台股就一根這樣拉上來 那像今天這樣拉上來是靠誰 不是靠電子也不是靠傳產 是靠誰 靠金融股 哇 你看今天像那個誰 中信金 漲停板 這檔股票我已經不知道多久沒看過它漲停板 它今天漲停板了 那這樣中信金漲停板呢 像是今天富邦金漲了快3% 那國代金漲了快4% 然後像是永豐金今天也是3% 就你看到今天很多的金融股全部都是大漲 漲3%對他們說算多了啦 那只是說像是中信金漲停板就是因為它配息嘛 因為像中信金之前被大家笑什麼 1塊金 因為它配息就配1塊 然後這家配息配得很大方 那所以股價整個噴上去 那所以說像今天大盤漲了300多點 那其實最主要的工程就是靠著金融股 因為今天金融股真的很強 你可以看到說像指數目前還沒有創新高 那可是像是國泰金的部分 像國泰金已經先創了波段新高 已經比之前的4月初的高點還要再高了 所以說其實在今天來看的話 就大盤來講 大盤現在也沒有創高 然後是金融股是領先創高 所以說這個主題是真的比大盤還得強 那反倒像是電子股部分 像今天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漲3塊 其實也沒有很多就1%多 那像是鴻海 鴻海今天漲2%多也沒有算很多 那連發科咧 台灣的三根神組牌其中之一 他竟然還是個開高走低 所以你就發現說像今天的指數 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被金融股給帶上去 那只是說現在漲上來之後 說實在話 我自己也沒想到說這幾天會這麼強 沒有想過 沒有本來會認為說可能盤勢就在這邊做個震盪 本來啦我的想法 那沒有想到說 竟然可以這樣一路的拉上來 那不過現在拉上來之後 第一個想法大概也是會在於說 現在的指數位階 那距離上市的這一根 周線的這根大黑K棒的高點 也是越來越近的拉 那像是這個高點在20623附近 所以說大概再往上100多點 也要快接近這個壓力 那所以在壓力附近的話 還是一樣想法 會覺得說指數可能還是會在這邊震盪一下 因為其實像最近可以看到像電子股的部分 真的是一個蠻鳥 這最近的電子股真的就是鳥 那最近的資金不是在傳產 銀建 然後不然就是在一些重電儲能相關的 那不然今天弱掉 不然換到今天像金融股 所以電子股的部分真的是蠻鳥的 那只說這個就是 市場上資金他們的配置 那這個沒辦法 那只說就指數來看 就還是非常強 那只要指數還能夠撐住的話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可能現在一些電子股比較弱 然後傳產股比較強 那之後可能還是會回到 所謂的就是資金會開始在移動 所以說在現在一些大漲漲多的股票 可能像一些銀建股那種漲多的 那你自己要去追 那我覺得說你在追價的過程當中 還是比較小心 因為目前會認為說整個盤面 就還是會比較偏向是一個震盪的狀況 那所以說總結來看 像是今天的 我們來看像今天的台積電 台積電 它目前也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缺口附近 那這個缺口今天有站上 但你會發現它今天有站上 可是它的量沒有放大 就理論上來說 如果是要有一個很強勁的站上的話 那麼它的成交量 它要呈現是一個價漲量增 就它今天量比昨天還要大 那這樣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那所以說像台積電 今天雖然說有站上了這個缺口 但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成交量沒有放大 像這種就站了還這樣不夠穩 那另外像是在聯發科的部分 聯發科的部分 等一下才會再講 那只是說像今天也是個開高走地 那另外像鴻海的部分也是一樣 就股價 它大概也是接近當時的前波高點附近 然後今天也是留了一個上影線 那可以看到說像目前的股價 來到像這個扣底值的地方 這個是周線的扣底值 然後今天也是處在一個 有點站不上的狀況 工作生活忙碌沒時間 只有想要學習有效的股市操作技巧 並且想要迅速的得到 股市上最新的資訊的重點 訂閱阿信的PressPay文章 每天不用一杯咖啡的金額 從新手小白該學習的股市基本知識 到進階的技術面操作技巧 還有每日更新的產業資訊文章 還有獨門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也是每日更新 YTB到平日也有盤後分線影片 週五還有應用時事製作的特別影片 影片中提到報告 也都歡迎跟我們助理索取喔 還跟著什麼趕快加入Dieter 找助理拿福利吧 那所以說其實就整個電子股來說啦 真的是相對弱了一點 那只是說你說他們沒有基本面 也不是 只是說這個就是一個市場資金的移動 那市場資金可能等到 也可能假設存貪股漲多了 營建股漲多了 那大家看到 欸回頭看 欸電子股好像基本面沒那麼差 那資金又會再回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資金的移動 那不用想太多 只是說就指數來看 只要指數還能夠維持住就好了 那因為像這禮拜其實還有蠻多件大事 像是在5月1號就是禮拜四 那凌晨呢 凌晨的時候FOMC會議 那在這個會議上呢 其實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 太出乎意料的發展啦 因為其實在這一次 大家會好奇就是說 第一個會不會降息嘛 那我們知道目前是不會 那會不會升息呢 目前也還不會 所以不會降息不會升息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偏 中性的想法 那只要聯準會主席 包括他不要去講說他要重新升息 那麼市場的解讀就不會把它 當成是鷹派來解讀 所以說在這次FOMC會議上 我自己覺得會是一個比較 中心的想法 那至於說在 其實其他個股部份的話 像在這禮拜比較重要的財報公布 就是在美超委 因為像是美超委他們在明天要公布財報 那明天公布財報的話 那當然我們知道美超委的財報數字 應該是不會太差啦 因為他們就是出AI伺服器 所以財報數字應該不會太差 只是財報數字不差 他不代表股價就會漲 只要記得 就財報數字好或不好 不代表股價就一定會怎麼樣 這個是沒有一定的 那只是說 在這邊的想法就是說 因為像美超委 他是出那個H100 那下一代的GP200 美超委這部分 他不是主要供應商 那所以說還是會比較小心 就是說 你在財報公布之後 會不會出現一個 短線上的利多出鏡的情況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會比較小限的狀況 那除了像美超委之外 像AMD也要公布財報 那像AMD的財報可能就不會這麼漂亮 因為像AMD的AI伺服器 MI300X 他有被砍單的情況 那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認為說 對於科技股或相關的AI股票 還是會比較有一些出現壓抑的情況 然後講了一個大方向之後 那麼再來講到像個股部分 因為像剛剛講到聯發科 聯發科今天的股價是一個開高走低 好那像今天聯發科他開高走低 其實他公司在上禮拜 他有召開法說會 那在法說會上面 其實公司他給出來的營收數字 第一季的獲利情況 其實並不差 就公司給出來第一季的獲利並不差 那為什麼今天股價會開高走低呢 那我們來看像今天有蠻多份 外資報告 像這份是瑞穎的UBS的 然後另外還有這份是元大的 然後這份是JP Morgan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在這些報告裡面 像是JP Morgan 他是給了一個中性的平等 那另外在於說像元大 元大他們是給了一個買進的平等 但你可以看到 他給買進平等 但是目標價 他是下修 他是下修目標價 那所以說其實像聯發科的部分的話 我們直接來看到這份 這份是比較統一 他給了一個平息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第一季的狀況 聯發科其實第一季的狀況 真的還蠻猛的 真的是蠻猛的 那只是說現在大家關注的是第二季的情況 那第二季的情況其實公司在法說會上面 他就有講到說 可能會比第一季稍微減緩一點 那另外在於說他們去預估說今年 整年的手機 會呈現是一個低個位數的成長 原本是中低個位數 那現在是他們把它下修變成是低個位數的成長 那所以說在這一塊 手機開始下修 情緒之下 那當然市場上就會認為說 那你今年的獲利 會不會沒有像之前那麼好 因為像在第一季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看到像手機的部分 手機的部分是真的是賣得很好 就賣到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怎麼賣那麼好 但是這我常常就是有點說 可能第一季賣太好了 那變成說接下來幾季 你要能維持第一季這樣 那可能就會比較難一點 所以說在這一次的法說會產品系 聯發科是把他的今年的手機出貨量 給下修了 那除了下修之外 那其實大家會認為說 那你在接下來 你今年的展望呢 那你今年的展望其實也同樣 它也同樣是一個下修的情況 所以說原本 原本市場會預計說 今年的營收年增率大概是18%到20% 那現在的話 今年的整年營收可能只有10%到16% 這個就是比之前要相對來的減少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法人他們會去下修聯發科的目標價 那有人說 其實聯發科其實它有一些AI相關 對的確它有AI相關 但它的AI比如說像是AI手機 那AI手機這一部分其實我們大概知道今年可能就是沒有什麼太新的應用啦 那至於說在邊緣運算這一塊呢 其實在ZP Morgan他們有提到說 在目前在聯發科 它的一些相關的自然晶片部分的話 雖然說有成長 但是 但是 他們要贏得更多的專頁可能還要很努力 所以目前在看這一塊的時候就是 它會貢獻 它會有營收貢獻 但你說在現階段它有很大的營收貢獻 憑良心講蠻難的 真的蠻難的 所以目前大家看聯發科 都主要還是以手機這一塊 那當然手機這部分的話 因為像公司的M1轉型嘛 它也是 盡量不要像之前一樣 就是什麼中低階啊 就像在這次法術上面 聯發科有提到說 它在一些高階的手機的份額是增加的 那所以說公司期還轉型 那只是說在今年 它雖然說 沒有拿出一個很漂亮的營收數據 沒有拿出一個比市場原本預期還好的營收數據 但起碼公司都還是在一個復甦的軌道上 就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好的 那所以說就算股價它有出現回檔 那或者是像今天開高走低 那像今天開高走低的情況 並不是公司出了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是因為它的目標價 應該說它的獲利 它今年的獲利是被下修的 那只是說在獲利被下修的情況下 雖然公司長期的發展沒有問題 只是短線上那種獲利被下修 這一定還是會影響到股價 所以說對於聯發科的想法 就是說可能還是要讓它整理一下吧 就是目前來看的話 手機這個市場並沒有這麼的強 OK那我們講完聯發科之後 那我們再來講到歷屆的情況 因為像利基也是跟手機相關嘛 那公司也在上禮拜 它有撈開了法術會 那今天的股價呢 其實利基走的還不差喔 它今天股價是漲了4.3% 好那我們這邊先來看到 像是在外資報告這部分 像今天有外資有Morgan Stanley 他有出去了一份報告 那他是把他目標價去做個下修 那不過可以看到像凱基給是滿樂觀的 凱基給的目標就還滿高 雖然說兩間券商他都是把目標價去做個下修 但凱基是講的滿樂觀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在利基 他在這一份是在上禮拜 上禮拜他們這是中信吧 對這中信給了一個Memo 法術會Memo 好那我們這邊來看到一個重點的部分 就是說其實公司他有提到說 在今年第二季的展望 其實是一個普普的情況 就今年第二季就是一個小幅成長 那真的要有一個比較大的成長 要等到下半年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成長 好那在這邊我們去往下看 就是在看到像是在Wi-Fi 7這部分 因為這個東西是公司他有提到說 他主要在未來的一個成長動能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像是 Wi-Fi 7 FEM或什麼external這個東西 好那我先跟大家來解釋一下 像Wi-Fi 5 Wi-Fi 5 或Wi-Fi 6 他是把一些射頻功能去整合到晶片裡面 那可是到了Wi-Fi 7的部分的話 他是把怎樣 他是改為這個external FEM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意思就是說他會把一些像是 PA功率放大器啊 或是像什麼射頻開關 全部把它整合到這個模組裡面 那這個東西呢他就可以去讓他的傳輸速度 然後或是一些他的 上網的品質變得比較好 那所以說其實從原本的Wi-Fi 5 Wi-Fi 6 然後變成之後的Wi-Fi 7 這個就是公司這個成長動能 好那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像公司他有提到說 因為像目前來看啦 就是有這個Wi-Fi 7 這個external FEM這一部分的話 除了像他之外還有像誰 像這個B跟Q 這個B跟Q公司就是博通跟高通啦 那像博通跟高通他其實也有這個FEM產品 那目前來看呢 像利基他其實也有通過 博通跟高通認證 那這邊是怎麼想的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說像Wi-Fi 7 他是比較平常高階產品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假設客戶 他們可以直接去找博通跟高通 那如果找博通跟高通的話 那利基就吃不到這塊單子 那利基吃不到呢 他下游的晶片頭片廠 像是紅杰科也吃不到 所以說其實在這邊他有提到說 公司利基在賣性價比 所以性價比又CP值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找比較便宜一點東西的話 那你可以來找利基 但如果說你想要比較好的東西 比較貴 但是比較好 品質比較好 那你去找誰 找博通跟高通 那所以說在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 因為在目前 大家來想就是說 你在Wi-Fi 7這個東西 目前來講那個單價很高 所以說原本大家會預期說 你的滲透率可能在今年年底 會到10% 但目前來看 可能沒有到這麼高 可能大家了不起5%左右吧 就沒有到這麼高 因為像 這邊來看的話 說在未來可能在手機或PC 他們都要開始導入Wi-Fi 7 那如果導入Wi-Fi 7的話 他就要用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那個FEM 那個模組的部分 那如果說提到用這個模組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東西對利基的營收工業是比較大的 那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 在凱基 他在這一份報告裡面 他是把他的目標價 有給一個比較高的目標價 那只是說呢 像摩根斯林他就提到說 因為目前來看 這個滲透率沒有這麼的高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在利基 比今年的EPS 了不起啦 可能就是2塊錢左右 今年2塊錢左右 那明年呢 可能就是4塊錢左右 所以他們認為說 立基現在的 他們現在的本益比太高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 兩間區上不同的看法 那只是說像我自己來想的話 就是說 因為像目前我們知道 像手機這塊市場 就還沒有一個很明顯恢復 那所以說大家會想說 喔你那個Wi-Fi 7 你要開始導入到手機或PC 我自己覺得那個滲透率 應該是沒這麼快 所以說這個東西最快 也要開始 可能明年才會有個比較大的導入 那如果有比較大的導入的話 才會對於利基 或是像紅杰科穩帽 產生個比較大的受惠 所以目前可以看到 像是在這份市 紅杰科 他其實也提到說 在今年的產品 就今年Wi-Fi產品的話 也沒有說非常的明顯成長 所以在這部分來看的話 就不管像是在穩帽 紅杰科 或是在利基 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說在手機這一塊 還有江連發科的想法 就是手機這一塊 可能今年會復甦是沒錯 但是要有一個很強勁的復甦 真的還看不到 所以在這一塊的話 就是盡量如果要操作的話 我自己 如果我自己想要操作的話 我就盡量不用追了 就是因為你知道說 如果一個產業 它有一個很強勁的成長 那你去追價 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但如果這個產業 它沒有太明顯成長的話 那追價的風險 可能就會稍微高一點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 brauch一下